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小甜甜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妹子不爱地球人,爱外星人》的电影《莫斯科陷落》 电影的开始难得一见的流星雨即将在俄罗斯上空出现 许多民众都在室外等待观看这场巨大的流星雨 而尤利亚以看流星雨的借口正躲在闺蜜家中跟男友偷欢 此时军方检测到一个巨大不明物体正向地球飞来 便派出战斗机前去轰炸 导致不明物体迫降到莫斯科 所有的电子设备都发生了电波混乱的现象 它的迫降给莫斯科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尤利亚的闺蜜也在灾难中遇难 而在人类与外星人的谈判中 人类发现外星人似乎并不是来攻击地球的 于是只将坠毁区域进行封锁 再做下一步打算 但闺蜜的丧生令尤利亚受到巨大打击 她出院回家后打开了爸爸的保险箱 拿走了枪 找到了男友约翰 并召集了一群人找到飞船迫降的地方 准备消灭外星人为闺蜜报仇 众人找到一条通道偷偷流进了封锁区域 当尤利亚来到已经成为废墟的闺蜜家时 恰巧遇到了外星人 激动的她开枪打伤了外星人 而自己也险些掉下楼 幸好外星人将她一把拉住救了她 当约翰一群人赶到后 把外星人提下了楼 再到楼下查看时 发现仅剩下外星人的盔甲 并把她抬了回去 为报答外星人的救命之恩 尤利亚第二天还是回到了原处 救回了已经是人类模样的外星人 赫克 并偷偷溜进医院为其治疗 在为其输血后 赫克慢慢醒来 之后他们又把赫克转移到了一个车库 醒来的赫克最终还是被尤利亚赶了出去 没走多久就被警察抓走了 于心不忍的尤利亚利用爸爸的身份 进了警察局救出了赫克 并表示会帮助她回到自己的飞船 尤利亚再次偷来爸爸的身份牌 让赫克伪装进入军区 顺利偷走了当初被军方带走的飞船能量球 之后 尤利亚似乎忘掉了自己丧失闺蜜之痛 也忘掉了自己男朋友 甚至还带着赫克去观看了演唱会 在演唱会上 赫克用自己的特殊能力 让尤利亚在幻境中看到了绝美的外星家园 并得知赫克只是来地球游历的 因为流星雨破坏了飞船的伪装系统 从而被发现还被军方击落 演唱会结束后 尤利亚跟赫克吻别后 不知什么时候跟踪而来的男友约翰冲出来 殴打了赫克 还甩了尤利亚一个耳光 赫克看到这一幕后便开始还手 在混乱中 约翰的同伴不料被自己人打死 而约翰却谎称是外星人赫克打死了人类 并把消息传到了网上 引发了民众的抗议 并且聚集起来攻击飞船 约翰在群众发起暴动后 回到了车库穿上了当初抬走的外星人盔甲 而尤利亚用自己的性命做威胁 得到了军队的车 带着赫克火速回到飞船 但遭到了穿上盔甲的约翰追击 被约翰撞翻车后 尤利亚陷入了昏迷 而此时的赫克也完全不是约翰的对手 危及关头 尤利亚醒来开车撞向了约翰 救了赫克 而脱离了铠甲的约翰 愤怒地捡起枪对着赫克和尤利亚一阵扫射 飞船中的外星机器人在最后关头 把尤利亚跟赫克抱回了飞船进行治疗 但最终救醒的只有尤利亚一人 飞船载着赫克的尸体缓缓离开了地球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 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